为了寻找好喝又能喝得安心的茶叶 林冠才在多年前独自一人前往红茶生产大国 印度、斯里兰卡、越南等地 即使许多人劝阻但不服输的龟毛精神 让他决定一定要落实进口茶的源头管理 为消费者把关坚持 我一直要求我的茶没有办法达到100分 也要达到95分 这是我一路走来一贯的坚持 第一就是品质 太便宜太没有保障的茶我们公司不卖 第二我们也不跟市场消价竞争 我坚持说我要给客人、要给消费者是好的东西 我自己敢喝的东西 对于茶叶品质要求的他 不但拥有ISO和HACCP等认证 更成为台湾第一家获得印尼新增A级认证的茶叶厂商 所有销售的茶叶在经过第一关的挑选和下定后 还必须再经过船头样的检测 通过标准值之后 才能将茶叶打包入柜 再送减SGS 就是这样层层的把关 才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品质 这个饮料茶的部分 它的区分是什么 它的区分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红茶、绿茶、青茶、乌龙茶 这叫做泡沫红茶的使用茶 我们新冠在这一个茶叶的区块 我们将近9成以上外面看得到的茶 通常应该我们公司都会有 再来我们公司长期以来 我们都是以客制化为主 帮客人做客制化就是说 我先打样品给他试 他试好了之后 他觉得说这一组茶 比如说绿茶我想要花香味重一点 茶的味道重一点 我要香料我不加香料 这个部分就是由客人来制定 我们来做调配这一块 调配好了之后 成品就是把它固定下来 不便正常提供给他 他怎么煮怎么泡 我们都会做一个完全的辅导 老板说将茶叶再次拼配优化 是为了稳定茶叶品质 借由三到四种不同的茶叶比例 将茶叶的味道调整到 让每一次的口感都能相同 而除了茶叶 在茶包的种类上 也是有它不同的泡法和用途 一般三角立体包区分有叫做冷泡茶 它是用常温水 丢进去摇一下 冰到冰箱里面 16-20小时 平面立体包 它有叫做现泡茶的意思 它就需要用热茶下去炫 再来叫做特调茶 什么叫做特调茶 特调茶就是说我们做好了之后 我们会加一些什么柳橙 奇异果 我们会去做一些水果 这叫做特调 添加在茶里面的东西叫做特调 市面上的茶饮料种类众多 品牌为此特别用心地 在自家官网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茶叶资讯 让客户能轻松找到想要的茶叶种类 做客制化的调配及客制化的包装 完整的教学指导 让店家更能调制出独家口感 很简单的说一句 你们的茶真的蛮好喝的 那我们就整个那个心态 就会非常的高兴 那个成就感就在那边 但是我们新冠还有很多客人 都还没有找到我们 所以我们会一直说 在网络这一块我们会去加强 我们希望我们有比较多的消费者 经营者他能找到我们 我们来教他共创出我们这个泡沫茶 什么叫做正确的观念 我比较希望有这一个机会 我会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